好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朱雀对着HHDG的第二局上半场 上来的话这边抓三岁 三岁的话双坛 这个阵容带风窗这样地图我还真没想到 我本来以为是张狂挽留 然后可闪可传 想赢嘛那可能带个传机会大一点 这一把待会看他这个传送怎么用 因为刚刚解说这边讲到的一个点 我倒是没有想到他这边传送来钓鱼 玩具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想法 这边片板减速压住 好 这里的话没有技能 你是真敢翻啊 我这震慑吃了 我不说今天结果到底如何 这三岁都被冲烂了 翻是真敢翻 但是这一刀的话呢 没有能扛住这个点位没扛住 两加速捏在手 起跳 压交互点 应该是压死了 因为这个点板子太短 起一个加速减速就倒地 整个击倒一分二十秒 其实你说快嘛不快慢也不慢 差不多中规中矩 但这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穷者其实不太好来打架 因为这个牵扯时间没有特别够 这刀阵容修机速度也就一般 你要来打架呢 万一没有能打成功 可能会给到监管者一个真胜面 现在朱雀的穷者是绝对绝对不能接受被 兔子多抓的 因为你兔子如果说 一旦被兔子都多抓了好了 黑黑帝国穷人主要的 我宝瓶就在阿尔比利抬你们走 呃现在三岁这边压压位置打一刀 这边跳板 跳里面死角吗 跳死角让你挂人多挂一会 第二波玩具商手里有薄命再追一刀 应该还会再来救一波 玩具商这边来救人问题应该不会特别大 除了震慑 其实我觉得拦不住 这波需要救 因为这波如果你不救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挂飞以后手里有个传送传送出去打一波 万一打到了这边监管者就真胜了 还想打想打看密码机好不动了 知道你玩具商来了那回头 要通过这波博命来打的 要通过这波博命来打的 现在的话时间上面来讲差不多 直接打一刀比你救 密码机显然是不够的 穷者这边的话古董商小镜头没看啊 不知道有没有赶过来 来古董商古董商没有赶过来 他们还是想求稳先确保这个密码机能够修完 留给兔子的时间的话不少 留给兔子的时间不少 他可以干嘛呢 他可以顶出去打 因为现在外面两个人是半血 手里面有传送 对吧 你这边补状态修机子 说实话打不出一个非常舒服的三人开门战的 应该是一个比较勉强的三人开门战 对于兔子来讲 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大富的怀表如果能耗掉 因为古董商耗不进了 这个古董商你去追他呢 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 他如果说能排到这边 大富的位置啊 消耗大富现在收益是非常高的 然后能找到玩具商也不错 因为玩具商他属于什么呢 他的薄命暴露了 他开门战就大概率没有飞轮没有双弹 他是一个比较好抓的点 针对玩具商 他是保平真胜 如果能找到大富消耗掉怀表 然后再去针对 那这个局真胜面就更高 我们来看看啊 这局的话 这个残局 球试者拉扯的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所站的这个位置 让兔子其实比较难受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选的两台机子 离得非常的远 你管一台 你一定管不了第二台 那这波的话 其实我觉得兔子 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了 现在比较好的选择 我觉得就是针对这个玩具商打 那边要件被找到了 要件被找到的话 这块怀表可以不用交 为什么 那边的机子75了 我吃一刀 你针对我 我开门战留块怀表 这块怀表一交 大概率啊 不出意外 拖个二三十秒 没什么问题 吃一刀就吃一刀嘛 你击倒我 密码机亮了 玩具商这边贴门了 传送 打一刀 古董商就被亮 那平 应该是有了 起步平局 球试现在是起步平局 而且兔子的话 这边因为打的稍微贪了一点 激进了一点 地窖就在这边 这个古董商是有可能要冲地窖的 哎 一棍 这个 我的天 选了一个 怎么说你不是选了一个 他想再去消耗 这一波的传送 兔子就是对密码机的一个判断 没有能判断准确 因为他想的是什么 我传送过去 再打一个新的传送出来 因为我守住这台机子 以外面起新机 他其实可以通过拉扯 再打一个传送过来 他想再消耗 但是没有能成功 我传送给你 最后看了 我承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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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